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回到毛茸茸的说书时间 今天将为您继续带来墨尔哥街的凶尸案 接下来问题就是,作案凶手是怎么样进入房子里行凶的呢? 这栋房子附近的那根壁雷针 它与凶手逃走的窗户只有一米半左右的距离 这是一段不短的距离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一步跳过去直接到窗边而进入房子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一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四楼的白叶窗 它的款式与其他楼层的白叶窗不同,十分特别 按照巴黎工匠的叫法,这种白叶窗称为铁格子 在今天的巴黎,这种白叶窗已经很少见了 听说在里昂和波尔多的一些老房子中,还有这种款式的白叶窗 它其实像一道单扇门,可以从一旁推开 而其上半部则是镂空的格子状,非常适合做攀附的把守 整个白叶窗至少有一米宽 当我们到屋后观察这栋房子时 这两个窗户上的白叶窗恰好是半开的状态 也就是说,它们和墙面成一个直角 一切非常清楚 假如靠床架的白叶窗完全被打开 那么窗扇是紧贴着墙壁的 白叶窗有一米宽左右 也就是说它的最外围 沿着壁雷针只有大约60厘米的距离 如果凶手伸手还不错,又义无反顾 那么它只要使劲往白叶窗一边一探身 就能抓住白叶窗上方的镂空格子,来到窗户跟前 这不是不可能的 首先它得用手抓住白叶窗的镂空格子 然后将自己的双脚离开还在壁雷针处的支撑点 紧紧贴在墙上 只要用脚用力一蹬 便可整个人荡到窗后边 如果这时窗户又是开着的 那么凶手就可以直接荡到房子里来 杜宾现在要解决的是凶手如此凶残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他一边沉思一边说道 报道说房子中的衣柜抽屉已经被全部打开 很多东西被拿走了 但是也有不少东西没有拿走 这个结论你不觉得非常荒谬吗 我是说那四千法郎击币他为何不拿走 却要从衣柜的抽屉中拿一些不值钱的衣物呢 杜宾的问题让我一下子害怕起来 如果真的像杜宾所说 那么凶手不仅是凶残异常 而且不可理喻 我声音有些颤抖地回答说 那这个凶手肯定是个疯子 他肯定是附近哪个精神病院中逃出来的恶魔 杜宾对我的说法并没有全部否定 他说 你的说法当然不是完全没道理 这仍不能解释凶手那怪异的口音 就算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非常恐怖 但是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楚他说的任何话 毕竟疯子也是人 即便口齿不清楚 总不至于连口音都听不出来 还有你看这些毛发 杜宾伸出手给我看 在手中有一撮毛发 这令我十分吃惊 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些的 杜宾没在乎我的惊讶 而紧接着说 我想这应该是凶手身上的 因为他们被已经死去的艾斯巴奈亚太太紧紧地握在手中 这是我在松开她僵硬的紧握的拳头以后拿到的 以你的经验来看 什么人有这样的毛发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些毛发 震惊的同时迷茫了 因为这些根本不是普通的毛发 它很不寻常 非常古怪 人类根本没有这样的头发 杜宾静静地说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说过这是人类头发 但是在我们做出判断之前 我觉得您应该看一下这里的一张素描 这是我根据报纸上和法医对艾斯巴奈亚小姐 颈部伤口的描述所画的 报纸上的说法是喉咙处存在很深的瘀青 以及凹陷的指甲印 而法医的证词则是在死者下巴下方 有个非常明显的因为纸痕造成的瘀傷 杜宾将其画的素描放在桌上 然后说 你看出什么了吗 我之所以画这张素描 无非是要把凶手勒死死者的手法表现出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凶手掐死者的喉咙的方式 与我们常见的情况不同 你看这掐法不仅有力而且持久 几乎是一点松手的迹象都没有 杜宾让我换一种方法来进行对比 他说我们刚才比对方法并不完全合理 因为素描是平面的 但人的喉咙则是立体的 这里有一小节与人类紧不差不多的原木 你可以把素描纸包在原木上 再来比较一下指印 再看看这次比较的结果 我知道杜宾说的又比较了一次 但这次比较显然不如前一回的比较 因为我发现我的指印与素描中的指印完全对不上 因此我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像这样的指印不可能是人类的 杜宾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拿起了一本书 他翻开一页对我说 好 现在我请你看看科学家 G.I.这本书上的一段描述 我接过杜宾拿给我的书 这是G.I.的一篇描述有关印度群岛 红棕毛猩猩的文章 他的叙述非常仔细 这种红棕毛猩猩的体型庞大 力气惊人 身手敏捷 性情凶残 更重要的是 他们十分擅长模仿人类的动作 当我看完这篇文章后 立刻明白恐怖谋杀案的真正凶手 我对杜宾说 在众人准备上楼的时候 大家都听到两个人争吵的声音 而其中一个人被大家确认为法国人 他和这双命案又有什么关系呢 杜宾开始推测 这位法国人显然看到残杀的全部经过 不过证明法国人可能是无辜的 有可能的情况是 星星从他那里逃脱了 于是他一度追星星 直到来到命案发生的房间 可是事后的情况他无法控制 这只星星有可能至今仍在外逍遥 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更多的证据出现 否则我的猜测不能被证实 那天调查完后 我在那登报了一个广告启示 如果那个法国人的确是无辜的 我想他会来联系我 今天的世界报上 果然刊登了一则广告启示 杜宾递给我一份 下面就是这则广告启示的内容 某日早晨 我们在布洛尼森林 捕获一只巨大婆罗桌种 红棕毛星星 听说这只星星的主人 是马尔他商船的水手 因此我们看出广告 反请施主到下面地址前来了认领 并希望能酌情之父捕捉 保管已经收养了星星的费用 我问杜宾 你怎么知道这法国人是水手 而且你怎么会知道 他在马尔他商船工作的呢 杜宾拿起一段小小油腻的短带 你仔细看看他们的款式 这正是那些留着长法水手喜欢用的 另外注意这段带上所打的结 这种结被称为水手结 从其形式来看 这个结显然是马尔他商船的水手 所持有的形式 这是我在案发现场 屋后的壁垒针底下发现的 那个地方距离发生残剧的现场 还有很一大段距离 因此不太可能是爱斯巴奈姆 所拥有的东西 假如这名法国人的确目睹了 命案的所有经过 那么他可能会想 自己就是无辜的 而且手头上也没有什么钱 所以星星不仅是一只动物 而且是一笔财富 那么又何必担心自己被捕 而丢掉这笔财富呢 再说谁又知道命案的真正凶手 是一个野兽呢 正在这个时候 从楼梯传来了上楼的脚步声 杜斌赶紧对我说 把枪准备好 不过在我没有给你暗号之前 不要轻举妄动 也不要亮出枪 房子前门本来就没关 而这位访客也没有按门铃 便进到我们的楼中 显然他有些迟疑和不安 进来的是一个男人 他个子很高 身材看上去非常结实 虽然神态是粗野 但是不会给人反感的感觉 显然这是一名水手 脸晒得油黑 身上带了一个橡木棍 进来之后他很笨拙地向我们鞠躬 并且又浓厚的法国口音向我们到晚安 他的声音有点像扭夫沙特枪 可是听上去他是一个巴黎人 杜冰招呼说 你请做朋友 然后他便直奔主题地问道 我想你来这里是为了你的红毛猩猩吧 其实我非常羡慕你有这么棒的一个动物呢 它是不是很值钱 这个猩猩有多大呢 杜冰的这番话很明显让水手原本紧张的情绪 有了很多放松 他似乎卸下心房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带着自信的语气 非常从容地对我们说 其实啊 我也不太知道他现在到底多大了 我想可能有四五岁吧 不知道他现在在这里吗 哦 实在抱歉 现在还不在这里 杜冰回答 我们这儿没有十分周全的设施 因此不能让他待在这里 现在他应该正在附近的迪布尔街 一处马房里收容着 我想你明天一大早就能带他走了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要把这一大笔财富领走了呢 水手说 是啊 我的确已经做好准备了 嗯 是啊 我只好一想到要同他分开 要失去这样一大笔财富 就感到有些不舍 这是杜冰故意说的 先生 您就放心吧 我怎么会让您完全白忙呢 水手立即解释 我个人非常非常感激 您能把我这只星星找回来 您放心 我一定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好好答谢您 是啊 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嘛 杜冰说 不过 我还没想到自己需要些什么报酬 哦 我想到了 我不会要你的钱 但我想得到这个 我想让你 把墨尔哥街凶杀案所有的事情都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 说这句话的时候 杜冰的声音非常低沉 声调虽然非常轻 但是那种感觉却是无比的沉重和带有压迫性 但水手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杜冰已经走到门口 把门锁上 并且将钥匙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后他十分轻松地胸口掏出一把枪 平静地放到桌上 水手见到这样的情境已经是满脸通红 他突然站了起来 手中紧紧握着木棍 不过旋即又坐回椅子上 脸色十分难看 杜冰用种温和亲切的口纹对水手说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知道有一个比你还无辜的人被警方受压 被指控犯下谋杀罪 但是真正的凶手是谁 只有你能说清楚 也只有你能进行指认 这件事并不能否定你是一个好人 所以你更应该将你所知道的全部事实说出来 不是吗 杜冰这一番说辞让水手渐渐恢复了一些瓶颈 他就重新镇定下来讲述这故事的全部 原来不久之前 他随船出行到东印度群岛 朋友和他合作逮住了一只红宗王猩猩 与他合作的这个朋友 在后来因为意外去世 于是红猩猩就归他的所有 但这只猩猩一直是生性残暴 而且非常难驯服的 他们返回华国途中 就已经惹了不少麻烦 但最终他们还是平安地到达巴黎 于是随手将猩猩安置在住所藏匿着 等着把星星买掉 可是在谋杀案发生那天深夜 当水手和几个朋友在外面喝酒回来后 发现星星竟然从小房间逃走了 正拿着刮胡刀坐在镜子前 一副准备刮胡子的架势 水手觉得 星星一定是学会了怎么开小房间的锁 因为星星总是跟着水手学他的各种动作 而且还学得有板有眼 但是眼前的这一场景实在让水手觉得胆战 这只是星星生性残暴凶狠 此时手上拿着锋利的剃刀 而且他也知道怎么使用这么危险的工具 水手愣了好一阵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他的方法就是用鞭子打 因为这是以前让他怪怪就范的常用办法 可是没想到星星一见到鞭子立刻跳到门外 此时恰好有扇窗没关 他便一下子逃到马路上去了 水手赶紧慌张地跑去追赶 这时凶手跑进了一条巷子 这条巷子就在莫尔格街的后面 来到这里的星星 背扇有着光亮的窗户吸引 而那个发出围光的窗户 正是艾斯巴奈亚太太房子的房间 四楼的窗户 水手心中有些高兴 但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心 高兴的是 星星等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不过他实在不知道 这只野兽会在别人家里干出什么事来 于是 水手爬上壁雷针 继续尾随星星 爬上壁雷针后 他发现自己离窗户的距离实在有点远 因此只能在壁雷针那里 监视房子中的情形 可这一看把他吓坏了 那只大野兽正撞着艾斯巴奈亚太太的头发 并将手中的刮胡刀不但在老太太面前挥舞 艾斯巴奈亚小姐辞职筋晕晕过去了 她头发被星星连扯下来 挣扎和尖叫把原本可能没什么恶意的星星彻底惹怒了 于是星星使劲一挥刮胡刀 就这一下 老太太的颈部被割断 鲜血四剑让星星受性大发 太金变得暴怒和癫狂 咬牙切齿 眼中散发着可怕的怒火 于是他步向了早已昏迷的艾斯巴奈亚小姐 并用利爪死死掐住了女孩的喉咙 直到女孩彻底断了气才放开 杀死了两个无辜置人的星星 发现自己的主人就在外面 立刻想起自己被主人用鞭子抽打的痛苦回忆 于是她的暴怒一下子变成了恐惧 大概是害怕被主人惩罚吧 于是她竟想到毁灭证据摔乱家具 最后艾斯巴奈亚小姐尸体被她倒塞在烟囱里 而艾斯巴奈亚太太的尸体 则被星星头朝下的往窗外扔了出去 这只野兽刚刚来到窗户面前 准备把艾斯巴奈亚太太 已经惨不忍睹的尸体扔下时 水手遭遇惊吓的全部缩在壁垒针上面 在这种惊吓中 她已经不再管这只野兽将会有什么命运 于是连滚带爬地逃回了自己的家 冲上楼梯众人所听到的声音 正是当时已经被过度惊吓水手 无意识地发出的惊叫 还有星星那奇异的 谁都不明白的撕叫声 在这之后没有多久 星星的主人终于亲自将这只野兽抓住了 然后以高价卖给了巴黎的植物园 这里没有动物园 我们则把案情的全部景况向警察局做了个陈述 乐本先生也在不久后被释放了 墨尔格街的凶杀案在此告一段落 下集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新的故事 这里是毛茸茸说书 我们下集 中文无闹 中文出品 或和他们宣众 有婶